选手在今天更有优势 我觉得这两名选手 他们其实的一个 首先能打到这么一个成绩 实力来说 首先肯定是都相差无几的 而且他们的年龄 其实我刚刚下来私下了解了一下 都是属于86年的这么一个 86年出生的 黄金年龄 他们都是在自己的一个 实况足球电竞的一个黄金年龄 然后胡战义呢 他是一个典型的广州派的 蓝派选手这么一个大法 对 他的一个技术非常的犀利 而陈昆天 他是一个厦门本地的选手 今天又有一个主场 做的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 我个人觉得还是五五开吧 对 在五五开的情况下 那么双方就是要去争夺 今天我们南区总冠军 而双方冠军将会拿到 一万六千元的奖金 并且成功地进入到 我们的中决赛 并且能够拿到一个种子名额 我相信这个种子名额 可能是更高于奖金的存在 对于选手来说 因为去到中决赛 他能避开的三位 其他大区的冠军 好的 我们接下来 即将迎来的就是 双方的这组决赛的对战了 巴塞罗纳 尤文图斯 拜仁三支球队 好的 陈坤天选择的是 拜仁慕尼黑 而我们的胡佳义 选择的是 尤文图斯 这是比较少见的 在第一轮比赛 就拿出拜仁慕尼黑 这个球队 在本次比赛当中 其实是 相当于是第一次见到 对 可以说双方 在昨天晚上 可以说是 打完半决赛回去以后 大哥 说不定两个人 都已经是自己 深思熟虑了一番 对 因为我们本次比赛的 选择的球队 其实有 尤文图斯和巴萨罗纳 以及拜仁慕尼黑 这三支最强的球队 但是很多选手 他们会在第一轮的 比赛当中 会首先选出 尤文或者巴萨 但在第一轮比赛 首先选出拜仁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对的 拜仁慕尼黑的话 只能说 在过去的 到现在为止 总共四个大区赛里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受选手待见 一直认为 可能实力上面 有一定的缺憾 有一定的缺点 但是其实整体来说 他的中平 他的整支球队的凝聚力的话 并不比另外两支差 而且昨天 在我们的巴金四 在我们的半决赛当中 有不少选手 已经是使用拜仁 取得的胜利了 比如说我们的陈坤天 那么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陈坤天 今天在决赛的赛场上 会用拜仁 如何去做出精彩的表现 而且这两名选手的风格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怎么说呢 类似 一是类似 第二是 可能也有一点相克 因为我发现 陈坤天 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他的一个高位逼抢 是比较强悍的 像他的半决赛 他其实是 两场比赛 都是通过最后 他的一个全场高位逼抢 去获得球权 然后就地进行一个进攻 然后取得了进球 好 比赛已经正式的一个开始 陈坤天 对战胡嘉义 白仁慕尼黑 主场作战 安联球场的观众的加油 欢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开场之后 在我们WESG南区总决赛 陈坤天 是要力拔头筹 捍卫厦门的主场荣誉 请老师觉得 胡嘉义能否顶住 这一开场的第一波攻势呢 好 第一波其实非常关键 能守下来 其实双方就进行一个 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了 是的 胡嘉义他的个人技术 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然后其实就我们 对足球的一个理解来说 其实对于这种技术 非常细利的球队 他其实往往都 还是比较害怕了 那种高位逼抢 那我们看一下 胡嘉义他在面对 陈坤天的这种 高位逼抢的情况下 他能不能把自己 平时的一些技战术 继续打出来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一看的 的确 陈坤天昨天相信 苏亚雷斯 和梅西 以及梅西 是的 他使用的都非常出色 其中苏亚雷斯 那个大四喜 真的是非常漂亮 相信观众朋友们 昨天也是在 屏幕前直呼过瘾 那么 在作为我们两个解说来说 其实也特别期待 今天这两位选手 都是非常使用 擅长巴塞罗纳的 看看他们两个人的巴萨 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这个球并没有出底线 就回来了 好 吉米奇继续在 传给了格雷斯卡 阿拉巴来了 阿拉巴 阿拉巴这个下 你看有没有 这个毕竟是当红的中后卫 当红炸子机 这个莱万还是觉得有一点 毕竟莱万 进行15分钟 双方骑士的进攻 都还没有一个实质性的 这么一个射门 更多是在进行一些试探 双方处在一个试探期 然后也不敢贸然的往前压 毕竟虽然他们两名选手 都已经拿到了 参加中决赛的 这么一个门票 但是对于这一个 种子资格的一个 抢夺 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 此处要Q一下 李河强 Q一下杨伦 Q一下 爆思 来了 出门进脚 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 陈坤天听到了 我在报那三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用库地尼奥 告诉这三个兄弟 直接小力管库地尼奥 汪弓搭建 一脚 冲射 冲射进脚 直接取到了进球 那么在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的时候 陈坤天使用白日木尼黑 已经1比0的比分 暂时领先我们的胡佳义 而游文图斯这边 C罗 克里斯蒂安的罗纳尔多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表示小兄弟 你有点惹火我了 来 这个开场第一波 一定要防住 防得下来就还有 C罗 我说什么来着 话音未落 这也是十方足球 现在最大的一个魅力 就是如果你在取得进球之后 不能防住对手的开场那一波 对方很容易就取得进球 双方结果又回到一个 同一期望线上 这才是屏幕前的观众 最希望看到的那个场面 双方你来我往 有攻有守 南区决赛作为 我们先来看 这球进攻 这又是库地利尔 库地利尔这个球稍微的有一点大意了 这样去随意的去出 进行一个射门 试传试射 有一点感觉草率了一点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陈光天他对于库地利尔的一个使用 还算是不错 因为从昨天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看到 使用拜仁的 用库地利尔进球 库地利尔刚刚那一脚 射门还是非常的漂亮 试大利尔直接钻入网窝 达尼洛 这边靠达拉多 也是31岁的一个属于是老将了 当年还是小将 现在都已经变成老将了 在波尔图出道 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巴西国家队 之后转回黄马 诶 迪巴拉的这个位置 回处的蛮深的 感觉这个球 又是一个高位逼强 获得的效果 来 来万进去了 漂亮 楼梁远角 3C 3C一个手控门将 直接将阳脚扑住 秦老师脸上露出了 非常会心的笑容 我阿森娜的孩子就是争气 对的 刚刚我说的 就是陈光天他这个前场逼强 高位逼强 真的是真的是蛮有威胁的 刚刚这个又是一个在前场逼强 取得的一个进攻的这么一个机会 确实在PS的世界当中 选手想要去做好 由功转手的这一下的 关键的转换是最难的课题 而陈光天我觉得他作为一个 非常用秦老师昨天的话来讲 是非常会打比赛的选手 对 因为陈光天他自己 虽然没有怎么参加过 实况足球的这种 真正的国际性大赛 但是他自己有这么多年的 一个球连和看球的经历 所以说他自己对足球的理解能力 还是不错的 3C 德利赫特 德利赫特其实这赛季 也是一个最开始有一点不适应的 最开始感觉这么年轻 怎么在一甲的赛场上 跑着跑着就抽筋了 大家觉得奇怪 但是目前渐渐的感觉表现 渐渐的也让大家觉得 他还是值这个价的 是的 毕竟 德利赫特可是让全国的 全世界的网友都愤愤不平 大家同样是00后 为什么你已经值8000万了 这边双方在中场连续出现了一些传球失误 上半场已经到了43分钟了 比分依旧是1比1 这个也是 其实实况中球里边开场 以及半场结束的时候 都是进球的高峰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球 好 最后一攻 有没有进球的机会 这边马退迪 大哥觉得这个球有机会吗 很有机会 因为这是一个进球高峰时段 满足机器 密压对方的这个中投位 泰山压顶 泰山压顶 大力投球 那么上半场 随着主裁派的一身 哨像已经结束了 双方都是非常的高效 尤文图斯47的控球率 两脚命中目标的射门 都换来了进球 只能说双方的选手 其实都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 因为这个时间点 就是容易进球 我一定要打好他的最后一攻 所以说刚刚胡嘉义的这一下 就是完全的是把他的经验打了出来 他非常的耐心 并没有急于的用马退迪转身 而是背身对击防守人 去观察防守人的动作 再去做出他自己下一步的 就是如果在当时这种情况下 陈坤天他应该怎么做呢 他应该去把他的防守倾向 稍微往后拉一下 来防着最后一攻 防下来了 下半场开场之后 再拉上去没关系的 的确 我们的达哥 当然当年世界冠军的风采 十几年以后 依然不变 他看动穿选手的动机 和剖析了场上的局势 那么现在 你觉得下半场 这边落后的陈坤天 要去做如何 他会去做出如何的调整 我们可以看一下 陈坤天他等会儿 肯定会进行一个调整 他绝对会是一个 把所有的防守阵型往前压 因为在落后的情况下 他会拼命的去进行 更夸张的一个前场的 这种全场逼抢 全场搞为逼抢 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就像昨天的 对 然后在那一波的时候 如果就是会出现两个情况 胡加一 能够顶住 然后利用陈坤天 全场压上的一个空档 继续扩大比分 然后最终巩固自己的胜果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陈坤天通过全场压迫 把球抢了回来 然后通过进球 再扳平比分 甚至反超比分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57分钟 陈坤天应该还不会进行这么 搏命式的这么一个调整 应该可能会到60多分钟 到70分钟左右 他会进行这么一个调整 这也是PES世界当中 最敏感的两个时间段 德利赫特 我们可以看到 不加一确实非常冷静 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黄色的力量调出来 就预示着他刚才使用的是 手动的传球结尾 确实 这也是意高人胆大 好的 C罗 C罗继续能扛 真是能扛 C罗把聚乐直接扛了下来 聚乐可是身高1米96 有100公斤的体重 快赶上我了吧 可能 对的 而且聚乐这个真的 在普通球员面前 感觉像一只山一样 真的是 汉泰山一 汉聚乐篮 地巴勒 地巴勒 塞过来 C罗 C罗速度 可以 把球接住了 满足锅 漂亮 一个平沙洛燕 向后势的投球结尾 来自基米西 德国队右后位位置上的传承人 平沙洛燕 是好像清晨派的巨蟹 好的 这边胡佳义的一个 成功天的一个反击 这边看一下 蓝湾球权依然掌控在脚下 库地尼奥和蓝湾的配合 拉比奥特把球断下来之后 基里尼 好 现在比赛到了70分钟 这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一攻 库地尼奥 德利赫特 还有 德利赫特 这又是依靠成坤天的一个 前场又是一个高位逼强 逼的这边胡佳义后方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就是两名选手的特点 赛前其实 我们就是已经预见到了 对吧 作为今天我们南区赛场的预言家 2比2的比分 你已经基本 我相信你在赛前已经预见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去做出调整 就是双方对于这场比赛 去做出的最后的努力了 我们来看一看 拜仁慕尼黑 把换上了西班牙的中场地压哥 推到了前腰的位置上 科曼 金斯利科曼换下了托马斯穆勒 而这一边 狗胜和贝尔纳戴斯基 两个超级替补上场 看看 双方都有超级替补卡 对 这有超级替补卡 究竟谁的超级替补卡 但是成天这边好像是 把他们对类的超级替补 穆勒是打的阻力 对 托马斯穆勒其实 近些年确实越来越尴尬 因为他这样的前锋 在实况的世界里 其实并不受欢迎 对的 这种是体系球员 其实在实况项目里边 一直不怎么受欢迎 他没有绝对的速度 没有绝对的力量 你甚至包括 大家比较有的 比较喜欢的厄切尔这种球员 在实况里面也是不受待见的 对 厄切尔其实昨天 我跟秦老师也已经分析过 他为什么不受欢迎 最主要厄切尔是一个 打弱队的球员 打强队的时候 他比较惧怕身体对抗 所以 先来看这个球 有没有机会 不怕疼 用左脚把球解围 好 现在76分钟的时候 其实双方他们的打法 其实在这场比赛 都已经发挥的 比较零零定制了 接下来其实 真的就是看 自己的一个心态 是的 有狭鲁相逢 勇者胜 这个时候 心态是非常重要 以及勇气 拉比奥这个球 传得很巧妙 直接以为他要传另外一边的时候 他一个直接传到了 更靠近他的球员 像俱乐这样的球员 防守队员真的非常恐怖 看着就 块头就大 腿又强 覆盖面积大 来了这边又是一个 前场的一个逼强场段 可曼 格雷兹卡 这个还是挑身后 可曼来了 天哪 这个球 一个恐怖的失误啊 但是 3C及时的出击 就胡斋毅他自己的进攻啊 虽然其实进到两个球打出来 但是感觉他还是有一点 不太适应 就是崇文天的这种高位逼强 的确 好的 这一脚进就还好 没有射出力量 对方呢 洛伊尔直接将球扑了下来 觉得胡斋毅他平时的 就是对抗的 对类的训练当中 一定要多去加强这样的 就是面对高位逼强时候的一个 出球和控球 不然的话 其实 你看他这种连续的通过自己的失误 导致丢球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好的 柯曼 哎呀 这球居然带刺了 得上可能这个时候在身处法国某城市看到这一个比赛录像的时候 柯曼明年2020年欧洲杯的主力位置还有没有就是一个需要好好论道的话题了 柯曼能把这个球 好这时候应该捕食一分钟 柴判吹响 好的 捕食的那个结束了 90分钟的时间之内 比赛结束 现在接下来是一个加时赛 胡嘉义和我们陈坤天两位选手现在可以说是带着既紧张又放松的心情去面对这样的场面 胡嘉义这名选手挺有意思的 看他平时他是戴着眼镜然后比赛把眼镜取了 对 这个其实就像现在某些我们网上的一些博主啊 在发痕起来的时候就会把眼镜摘掉 这意味着胡嘉义要发工了 要发工了 对 来看看双方最后的谨慎的那一个换人名额 衣瓜英上场了 我们看一下小岩枪衣瓜英 他这场比赛能不能去改变一下比赛的一个情况 小岩枪衣瓜英也是一个和我们秦老师的组队阿森娜有着千四万缕的联系的球员 当年在更衣室里边失踪的人 是的 通往体检室的路 哎 科曼 通往体检室通往更衣室的过程当中突然失踪了 这个人去哪里了 这个人最后去到了亚皮宁 去到了纳布勒斯 好的 德西利奥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巴尔扎利现在也是回到了这个教练组啊 对 确实在欧洲足坛当中有很多的我们喜欢的许许多多的球星 在退役以后会以一个全新的身份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当中 那我们也期待着现在在球场上的穿着7号的那个男人 克里斯蒂安诺罗纳尔多有一天也能够先来看 但是贝拉尔代斯基这球没有能够成功动穿啊对方的防线 克曼 克曼想用速度 但是桑德罗的这个身体还是很强悍 直接将克曼拦截了下来 桑德罗的身体 他的身体身高并不高 他只有一米七四 但是可以看出来 他的一身腱子肉 对他这个是真的是贱子肉啊 好的机会 真是体壮啊 这个球来不一来 带斯基 太冷静了 他这个球是想把球抠回来 让衣瓜英 还有啊 衣瓜英 衣瓜英 没有机会 德西利奥 德西利奥这个下敌看有没有 啊 漂亮 有点危险 人两马翻 你你伸左脚 我伸右腿啊 双方 进去里边一个球员两只脚 两个球员四只脚 三个球员八只脚 三个球员怎么就八只脚了呢 这个好像没有说清楚 这个数字不对啊 这是有点奇怪的 好的 来拿比奥 对其实应该是九只脚 金老师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球员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看回比赛 看一下 就是双方目前啊 在下半场 在这个加时的上半场阶段 他们两个人 似乎陷入了一个中场 这么一个缠斗 因为两个人的各种风格 在九层钟之内 其实已经摸清楚了 那这时候 两个人 你都知道我的套路 我也知道你的套路 那这时候就必须要 拿一点新的东西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补石的下半场 会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出现 来打破这个僵局 全场比赛 最后一个替换上阵的是 佩利西奇 配剑上场 佩利西奇在过去的 18年的世界杯 包括上一个赛季 在国民 其实发挥的也非常不错 来到拜仁以后呢 也是很好的去填补了 可以说是李贝里 离开之后的一个空缺吧 对的 其实长得还有点像 你别说 佩利西奇 对于跟李贝里 都是这种瘦长脸 对对对 而且都是很具有那种 战斗精神的 就特别凶悍 国民的球迷 其实还是很多人 都很怀念佩利西奇 对 毕竟砍刀佩剑 国民球迷最爱的是吧 砍刀佩剑 铁皮人 但是那个铁皮人 现在已经 这个 都已经不在了 砍刀 砍刀还在 砍刀还在 但是佩剑和铁皮人 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国民 像是在下半场的比赛 现在可以看到 双方其实就已经 不会着急的 用特别快的节奏 去进行比赛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旦我的进攻球员 压上去 回不来的话 等待我的将会是 灾难性的打击 所以说这场比赛 也很有可能 最后会提到一个 又是一个点球阶段 点球阶段就看双方 门将的这么一个发挥了 这是我们最喜欢乐见 是我们观众 朋友们 最喜欢看到的一个情况 但是对于选手来说 点球大战是最煎熬和最残酷的 来 克曼 克曼明显是惧怕了 亚利桑德罗的身体 不敢上去找对抗 来 佩里希奇 看能不能 作为team上来 去建立一个奇功 第二个 进去前连续的短传 克曼 还是克曼 机会 哎呦 这个是德利赫特 好像是 差一点自白乌龙啊 是的 德利赫特高高跃起 他面向的是自己的球门 那一刻 我们真的是替他捏把汗啊 真的替他捏把汗 加时赛已经来到了 115分钟 还有算上补食的话 最多也就是 6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看看 一个战术脚球 开出来之后 漂亮 有文图斯 这门C5能不能抢到 是第一点 但是没有抢到 依旧还是在 佩里希奇脚下 这门脱了一锁 马丁内斯 还是在科曼 这边科曼这场比赛 非常的活跃 在变动 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 和在桑德罗的对阵当中 去取得一个上风 他没有直接的去 动穿这个桑德罗 这么一个防守 好的 反击的机会 贝纳尔戴斯基 这边 尤文已经压上来了 进攻等级向上 调了一级 胡加义 贝纳尔戴斯基 这个身体扛住了 有点冒险啊 秦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机会 双方 这个都很危险 两个后卫 两边的后卫 在投球解围的时候 感觉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 乌龙球的这种感觉 刚才那个球 其实索性 还好没有点到 如果一旦点到 他会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因为我们看到 高高跃起的这个伯阿腾 他明显 他的身体 已经有点够不到这个球 他如果勉强地 去蹭到这个球 反而会降低 这个球的球速 说不定 贝纳尔戴斯基 就能够把球停下 直接打一个单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球的数据 其实 拜仁这边的点球能力 还占有一些优势 点球的这种球员 射点球的精度 会高一点 好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 双方的点球大战 那么第一场 如果 陈宽天 他利用拜仁 把这第一场比赛 拿下来 对于他的优势 非常的大 心理上的优势 对 心理优势 非常大 而胡佳义 他其实如果 这场比赛输了他的 就非常的 尴尬了 尤文图斯 这相当于是 王牌球队 就一来就输了 好 我们来看 南云多夫斯基 助跑射门 3C 漂亮 骗过了门将 这边是一关一 一关一小烟枪 在面对洛伊尔的情况下 看一关一会怎么去 这是五年后的重逢 故人重逢 一关一能否克服 自己的心魔呢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 什么 漂亮 这洛伊尔 这个球感觉是 扑对了方向 但是反应稍微有一点慢 可以说是一关一射的漂亮 他克服了五年前 自己的心魔 这边 佩里希奇 佩里希奇 面对3C 大门 漂亮 非常稳健 今天这两门选手 他们的点球 对 成功率非常的高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版本 实况这个版本的 点球成功率 还是相对较低的 C罗 总裁面对这个点球 来了 漂亮 又是继续骗过了门将 双方可以说都是非常有经验 他们对于点球的这个组阀 应该是比较有心得 斗智斗勇 陈坤天脸色 也是非常的帅气 俊俏的脸庞 阿拉巴 阿拉巴 三罚三中 白日姆里黑 贝纳尔戴斯基 意大利未来十年 封线上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点球 什么 哎呀 漂亮 陈坤天 用诺依尔把对方的第三个点球 扑了出来 这一下压力在胡佳义这边 天选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球能不能突到 天选之子把球打了进去 4比2了 赛点 有一点危险了 这一下对于胡佳义来说 这个球能不能 近啊 非常的重要 狗胜 看他会怎么去打这一个球 感觉他这个背景好像八桥 让我觉得 对 这个球打出来之后 秦老师我觉得他往左边 还好 他结果不是八桥了 是的 这个道格拉斯科斯塔 曾经在面对救助 他是成名 也是成 他成名于矿工 但是之后就来到了败人 瓜帅曾经的清新 迪亚哥 打了一个中路 打中路 这个直接是 这个球最后 其实这选择有点冒险 而且胡佳义关键是很冷静 没关系 没关系 最后一个球 很冷静 将球扑住 机会依然是对等的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球 两个南派足球的代言人 陈坤天 胡佳义 第一场 必须要把这个球打进 两个人才有 再有机会继续射 拉比奥特 拉比 哇 洛伊尔 这个陈坤天的这个扑 点球真的是厉害 德国门神 洛伊尔 是的 那么让我们 出载了这场比赛 恭喜陈坤天凭借在 点球大战当中 诺伊尔的精彩发挥 最终以6比5的总比分 战胜了 我们的胡佳义 取得了 第 BO3的第一场比赛 大局比赛的这么一个胜利 是的 那么让我们在 双方第一场比赛的 精彩的复盘当中 我们可以去复盘一下 整场的比赛 在20分钟的时候 库蒂尼奥首开记录 是来自于 莱万多夫斯基的 一个助攻 仅仅三分钟之后 罗纳尔多 在拉比奥特的帮助之下 也是把比分扳平 这个时候 我刚好就在说 对 一定要防住 对方的开场第一波 这一波可以是 一个非常典型的 克达米时间 开场杀 是吧 开场杀 好 然后这个球是一个 前场的一个高位比抢 对 其实这个球 莱万这一下 已经打得无可挑剔了 但是3C反应非常的快 侧身把这个球挡出 看到这个球莱万 对吧 3C如果再慢扑 那么哪怕0.5秒 我觉得这个球 基本也已经走远了 对 这个就是刚才 秦老师大力赞扬的 这个胡佳义 冷静的最后一攻的处理 满足利亚伯阿腾 把球顶电球 对的 在每一个半场的45分钟 以及中场的90分钟 其实都是进球的 一个高峰期 是的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去冷静的 处理你的进攻和防守 进攻的时候 一定要很冷静的 去打这一攻 防守的时候 最好是将你的防守倾向 拉回来 C罗在79分钟 这也是C罗曾经威胁到 对方的一次进攻 但是被我们退防到 后卫位置的 哈维马丁内斯 给挡了出去 那么纵观全场比赛 双方其实可以说 基本上是一个 五五开的局面 控球率47对53 射门也是 对的 在伯仲之间 其实打到点球大战 这个谁胜谁负 都是不好说的 只能说两名选手 真的是五五开 双方的传球成功率 也非常高 而且尤其是胡佳一 176次传球 几乎是说 可以说是 在我们实况足球 10分钟一场的 比赛时间里面 能够做到这个数字的人 基本上确实不多 因为他是典型的 蓝派打法 是比较细理 你踢的时候 你一般一场比赛 你能传多少角球 我传的可能会比他们 要少一点 因为我的风格 可能带球会比较多一点 直接比较的 北派的那种 实况足球的风格 就是拿上球 我上来就跟你干 我也不跟你 BB那么多了 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 好 然后胡佳一 这边下一场比赛 其实真的是到了 他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他能不能继续 他能不能继续去把他 对于成坤天这种 高位逼抢的 这种一个方式 去破解掉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是的 这也是他一个 非常关键的比赛 并且成坤天 今天是在我们的厦门 他的主场作战 厦门古来也是有 白鹿七夕之地 又称鹿岛 那么今天我们七夕 在此的我们的成坤天 作为厦门土生土长的 本地人 土生土长的电竞选手 在捍卫主场的过程当中 已经非常顽强 也且非常精彩地 赢下了第一局 1比0的比分 带着这个比分 他进入了第二场 那么接下去 我们要关注的 其实秦老师 你觉得双方的 第二轮的选队 是不是一个 最关键的因素 其实现在第二轮的选队 成坤天已经占据一个优势了 因为他第一轮选 用掉了败人 把败人用掉了 剩下他可以用巴萨和油纹 这两只轮选他都可以使用 其实是 手上是捏着一个先机的 但是其实 选队我觉得还不怎么重要 关键还是在于 比赛过程当中 成坤天他能不能继续 把自己的这个风格打出来 而胡摘一那边最重要的是 他能不能去把成坤天 这种高位逼抢的这种模式 这种全场逼抢的模式 给他破掉 我觉得很重要 对 包括其实 在我们昨天的比赛当中 成坤天他有的一部分的 他的表现 尤其是在半场 0比2落后以后 他突然之间 在半场45分钟的时候 就把他的防线 全部往上压 对 全场进行高位逼抢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为 非常大胆的这么一个行为 但是他最后 取得了效果 最后连续进了三个球之后 战胜了对手 对 那么就是让我们 能够看到在第二局比赛 这个可以说是 胡佳义面对的是 一个比较危急的局面 那么他会去如何做出调整 但是像胡佳义这样的选手 他是走技术流风格的 其实这种选手 如果打嗨了 还是可以的 对 那么在下一场比赛的对阵 现在双方也已经做出了 自己的选择 陈坤天会使用 他最擅长的巴萨罗纳 那么胡佳义 因为第一场 他选择的是尤文 且第二场 他的对手选择了巴萨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只能使用拜仁 拜仁不离黑 对 这个时候 这也是因为 胡佳义在输掉第一场比赛之后 留下了一个比较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的 他使用的球队 现在是占有一个劣势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使用的球队 在历势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看 他们场上的这么一个表现 那么对于 而且刚刚 拜仁提的也非常的出彩 诺依尔在门线上面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让人 我甚至可以想用 触目惊心来形容 尤文很多次的进攻 包括那两个点球 极限扑球 对 我们看一下 这边胡佳义的 这么一个阵容 他是佩里希奇 看来应该是直接 放上了主力的位置 而不是打的替补 穆勒斯汇也是主力 对 这个是同样的阵容 就是昨天他曾经 使出来过的 在半决赛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样的 败人的阵容 几乎差一点取得胜利 最后非常遗憾地 被他的对手 对的 拖入第三场 看看今天 他有没有机会 用这个阵容 这边我们看一下 成坤天的巴萨 我刚刚好像看到 他似乎是三个中锋 三个顶在前面 都是中锋 没有隐风 没有边风 三个都是中锋 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设置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一见 因为很多就是选择巴萨的选手们 他们更习惯让梅西和格子 他们去打隐风 甚至边风的位置 是的 但是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这一代实况足球当中 曾经很多选手都认为 SS就是隐风的这个位置 对 其实是相当于被废掉的一个位置 因为之前 之前我们在风线上面 总共有三种站位类型 对 中锋 中锋 隐风 SS 以及LW边风 那么在以前的实况当中 秦老师 我们应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都知道 对的 就是边风的 如果你把它设置边风 它的第一路线 它会往边上走 如果你设置隐风 它的第一路线会往内切 但是这一代感觉设置成隐风之后 它的内切的路径非常的迷 所以大部分选手会选择放弃 隐风这个操作 索性 要么你要它切边 索性你就把它推到边来去 对 你要它推中 你索性就往中 唯一看到他们设置隐风 是把那个隐风拖回来 打的是一个类似于前要的位置 好的 对 那么现在双方在做最后的准备 那么在今天我们WESG 2019到2020赛季 南区总决赛实况足球比赛 项目的决赛 第一局比赛当中 陈坤天 以点球大战 最终以一球小顺了我们的胡佳义 目前他在冠军争夺上面 可以说是占得了一个先机 秦老师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预告一下 半个月之后的终决赛了 最后的这十六名选 比赛已经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双方选手似乎是有一些 手品上面的一些问题 陈坤天 在今天厦门主场作战 我感觉到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 也有不少为他来加油古静的厦门当地 对的 毕竟是主场作战 绝对会是有一定优势的 对 同样我们更要为胡佳义加加油 他从广州来到了美丽的厦门 来到了我们的路岛 好 本场比赛陈坤天 他使用的是巴萨罗拉 从右向左攻 出现一些 应该双方选手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对 双方选手是觉得有一些小的设置问题 看来是要求重赛 稍后我们会回到比赛的一个现场 对 也趁这个间隙 请老师 我们其实可以 我们来预言一下 半个月之后 我们WESG的终决赛 现在所有的参赛选手 已经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 还有最后两个线上的名额 其实我觉得中决赛 不管是谁出现吧 我觉得都希望他们 首先是代表中国 去打出更好的一个成绩 因为这几年 中国在对国外的选手的成绩来说 并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我相信 2020中国选手 他们的实力 又会更加的一个 有一个提升 对 然后我希望中决赛 他们在线下 通过自己的一个交流 和自己的比赛 实力会更加的提升 相信到时候 不管是谁出现 我希望都可以为国去争这个光 我们现在也已经在酝酿 一月份 我们来会有一个集训 到时候 秦老师跟各位网友预告 秦老师也会作为神秘嘉宾出现 那么就是为了三月份的 重庆的世界总决赛去做准备 去年的很多选手 可以说确实 在国内 目前我们所有的实况选手 真的对于WESG来说 是一个情感的依托和寄托 对的 因为其实也感谢阿里 感谢WESG 其实他对于我们很多 实况的选手来说 这是很多实况选手 一个奠近梦想的一个延续 奠近的一个激情的一个继续 因为没有这个比赛的话 其实很多实况选手 就没有比赛可以参加了 对的确 其实作为我来说 可能比大家的年龄 都要小一点 但是我也是非常惊讶 看到很多的选手 他们已经为人夫 甚至为人妇 但是却依然在坚持在自己的 这三寸热土之上 对 因为其实像去年的 中决赛的冠军 中超华都是82年的 而今天站在我们 这赛季的蓝区决赛的 两名选手 也是86年的 对 胡佳义也是很有幸 他能够得到他妻子的支持 他的妻子从包括 因为我们一月份 在香港也看到参加过比赛 都是他的夫人 陪着他去征战全国各地 这种其实也是很感动的 好 回到比赛 好的 我们这次来看到 这第二场比赛的比赛现场 开场之后 蒂亚哥 把球往右路移 吉米西面对着 比达尔的防守之后 把球摘出来 好的 好 这边 皮克 依旧是一副当官 万夫莫开 将球断了下来 这边梅西 这个反击看能不能 能不能打出来 格雷兹卡 哎呀 带球并不是格雷兹卡 最擅长的事情 带球盘带 其实对于他是一个弱势 他自己也说了 他不会带球 是的 但是他的跑位 他的一脚出球 他的传球 还有他的各种射门 是他最大的优势 来万 来万 来万一 就是在三名队员的加防之下 跌跌撞撞就是不肯倒 俱乐 苏亚雷斯 两个人 这个球裁判没有吹 应该还是吹了 俱乐犯规 其实 秦老师 我不知道在以前 就是 也不能说远古时代 应该说是较早的时代 上古时代 上古时代 就是那上古时代的话 你就是上古神兽了 那么就以前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快发任意球 哎 先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漂亮啊 有点 很漂亮 但是差一点点 这个球 胡佳一也是经出一身冷汗啊 雷西在禁区内 几乎是 很小的角度 如果这种开场 很快就被 陈昆天领先的话 胡佳一 他的压力就真的非常地大了 是的 你整个比赛 胡佳一是必须取胜的一局 对 但是我相信 作为一个广州那边 就是整个广州 实力都最顶尖的一个 领军选手来说的话 这样的场面 对于他来说 其实也是小菜一碟 对 因为我刚才下来 就是也了解了一些 像胡佳一他平时的队友 一起训练的队友都是什么 卢明辉 黄志鹏 其实这些都是 也是跟我 上口选手 也是跟我一个连带的选手 这些选手的经验啊 实力啊 都是非常顶尖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 也可以相信胡佳一 能在这种力竞的情况下 去打出更好的一个水平 好的 韩伟马丁内斯 干净利落的抢断之后 右路 托马斯穆勒 哇 比达尔 穆勒在边路 其实感觉不是太适合他 对 穆勒更适合 待在来外的身后 对 其实更适合待在身后 通过他的一个后插上啊 无球跑动啊 来取得这么一个 自己的一个射门机会 他的射数是非常好的 无球跑动也是非常好 但是你要让他去边路 去带球突破 这个就是围栏他了 对 其实我觉得穆勒的风格 跟格子还有点接近 对 但是他的速度可能没有格子 速度没格子这么快啊 强点能力高于格子 其他的两个人的很多风格 有一点点接近 都被誉为是 有一点体系的球员 好的 巴萨这边的进攻 给到了前面梅西 面对阿拉巴的防守 给到了格雷兹曼 一个进展的二拨一 来格雷兹曼这个球 哇 这个球就是格雷兹曼 强点能力的体系 基本上他其实 被对方抵在了身后 但是他通过他的 强点能力 直接强袭 一脚捅射 把球捅进了近脚 非常漂亮 右脚外脚背的一脚 近射 洞穿了诺伊尔 把手的球门 那么这个时候 胡加义的局势 就比较严峻了 对 就比较严峻 这也是刚刚我说 格子真名球员 他就是 你不要让他带球 多让他去无球跑动 射门 带球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你一旦让他射门的话 就非常的危险 格雷兹曼 作为法国国家队的核心 来到巴塞罗奈以后呢 其实一开始也是遭受了 不少的非议 因为大家觉得 他很难融入 整个巴塞的一个体系 但是像他的队友 苏雅也一直在说 格雷兹曼 其实踢的是 他不擅长的位置 和不擅长的事情 也不能怪他 觉得他很快 就可以融入这个体系 好 这个难题 留给了胡加义 能否去解决 目前的这么一个 烈士的情况呢 因为 漂亮 胡加义非常的聪明 哎呦 苏雅雷斯这个球传得很巧妙 但是 格雷兹卡 依旧是带球突破的时候 被对方断了下来 在刚才那一波攻守 短短的 可能四五秒钟的时间吧 双方真的是斗智斗勇 有连续好几种思路的切换了 相信各位网友 各位屏幕田的观众朋友们 也已经看到了 从一开始胡加义判断 对方的进攻路线 把强移俱乐去封传球路线 再到后面转过来之后 马上切回基米西去断比达尔 真的是 我觉得 踢到这个水平 无论谁胜谁负 双方已经都是 今天我们没有失败者 只有一个战时的强者 对的 今天是没有失败者的 而且今天这个比赛 无论输赢 其实都是为 接下来的中国赛区 总决赛去做一个背书 对 你这场比赛的任何的结果 你都可以去吸取他的一个经验 对 教训 这个球非常漂亮 这球传得太好了 这个格雷兹卡 漂亮 自明星 但是格雷兹卡 我觉得格雷兹卡这个球 就不应该再多带了 对 这个球格雷兹曼 其实如果能够跑得再快一点 格雷兹曼 对 它冲上去直接射一角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格雷兹曼这个球 其实我觉得它本身 它的带球不是强项 它为什么不直接采取射门 或者是传球呢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可惜 这个球 速度相对来说 有点差距 没些机会 聚乐 好的 诺伊尔冲出来 一巴掌把这个球拍出了底线 他刚才张开双臂 示意自己的队友稳住 不要慌 有我 这个流畅阵型 对于现在的拜仁曼尼黑来说 还是不是要继续保留 开流畅阵型 其实也像之前我们说过了 杨驰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是的 但是我们看胡佳义 他就是觉得自己对这个可能是比较擅长 胡佳义现在所有的一些战术都是开的是一个高位比抢 我们来看一下胡佳义的高位比抢能不能取得一个效果 好 这个角球 德荣来进行一个阻伐 看晴冲天 怎么来处理这个球 苏亚雷斯来了 苏亚雷斯 比达尔会射门吗 还是打门 但是被团队挡了出来 好的 好的 这个高位比抢有效果了 这边是 哥雷斯卡来万 来万 对方 哇 巴萨的回防速度 回防速度真的是快 一瞬间我们就看到 对 全部回到了又变成真地战了 这一下 科曼 来科曼 到了真地战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考验技术了 但是比达尔强行将球抢了下来 准备给雷斯曼 苏亚面对俱乐的防守 把球传了出去给梅西直接打 梅西戳射 一道圆越弯刀 但是 跨了夜空之中的寂静 但是诺亦尔像一只老一一样 飞升扑就 对 飞升扑石 已经把身体施展到了极限了 是的 好的 一个简单的二过一配合 数雷四票 二比雷 陈坤天 这个是真的主场优势很强大呀 在气势啊 各方面的加持之下 展现出的技术啊 和冷静 真的是非常漂亮 转身过来之后 他做了一个转身的调整 如果你略显着急的话 有的人 对 有的就直接 直接打了 但是他这个调整 就真的他非常的冷静和细腻 穿过了 盧卡斯艾尔兰德斯的小门 非常非常精彩的技术 毕竟啊 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 实况出售的这样正规的国际大赛 但他之前参加的各种民间比赛 以及其他的比赛 还是比较多的 来 这一个球 能防住吗 可惜了 哇 这个就是开场杀 点球 是点球吗 不会 哇 还是一个反向的后场球 好 这一下防住了 防住了这个开场杀 陈坤天这一下就将局势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这种开场杀 一旦去把他防住了对方 其实就真的是还是非常打击事情 现在下半场 陈坤天2比0理先 胡佳一 胡佳一 胡佳一这下的压力啊 真的是越来越大 现在已经是 哎 感觉有一点难 难处理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经历 其实对于胡佳一来说 我认为是非常宝贵 非常非常的宝贵 因为你平常在广州 你几乎我觉得不太会踢到这样 这种就是对手完全压着你在踢 且你必须去赢球 必须去进球的比赛 对的 而且他在同一个圈子里面呢 这个队友如果经常去踢的 都经常去踢的话 可能会风格都已经了解了 不会像这种遭遇战这样 突然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么一个压迫力的对手 对 我觉得现在胡佳一 对于今天这场决赛的经历 对于他中决赛的去参加比赛 对于他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 因为到了中决赛 每一个对手都是如狼似乎 没有人会给你舒服的空间 他们都巴不得把你剥皮拆经 30分钟解决战斗 尤其是那些什么礼合枪啊 这些选手 真的是你知道是一个非常凶的实况选手 上场30分钟之内 能把你打怕 绝不跟你说二话的人 你知道这个时候听到了之后 他说 哎 梅西来了 来 梅西 梅西进去了广洞飘 打到了门柱上面 门柱救了一命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回过头之后败人的进攻 啊 胡佳一这场比赛看来是有一点点的 没有办法全场被压制 哎 但是这时候来万有机会吗 对 来万的左脚射门被巴塞的后卫 应该是皮克啊 皮克直接将球铲得出去 胡佳一也是摇摇头对自己这场比赛的表现不是太满意 但是 没关系 我们继续为他加油 足球是圆的 比赛还有30分钟 而且 而且比赛现在进行到60分钟的时候啊 说实话还有机会 真的是还有机会 机会还不守 好的 佩里希奇来了 佩里希奇 漂亮 2比1 配剑 砍刀配剑 虽然我没有了左边的那把刀 但是我右手依然有把剑 而且 而且佩里希奇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 头顶脚踢的能力都很强 又有远射 脚头又硬 身体也好 速度也不慢 对 佩里希奇确实是穆里尼奥这种教练 最喜欢的球员 穆里尼奥曾经在曼联的时候 在16年的那年夏天 是非常想把配剑从国民买过来的 对 但是没有 并没有买成功 对 如果说当时配剑买了过来的话 穆里尼奥可能现在还不会这么早的去 对 说不定过去的地方也不会上课 对 然后穆里尼奥也不会去热刺 对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对 足球世界上有太多的蝴蝶效应 在可能在我们中国的 以及的足球联赛当中 一个球员的一张红牌 可能会导致那边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在英伦一个主教练的下课 对 你说的是艾美丽吧 对 秦老师这两天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对 毕竟艾美丽离开了阿森纳 对 我们也祝愿她前程一帆风顺 前程似锦 希望她不要继续把航母再开翻了 对 这个也可能也没有航母敢请她了吧 好 我们回到比赛现在70分钟 其实现在对于胡佳宜来说 她的机会已经来了 因为扳平一个球之后 她的士气提升 这球第一下没有选择传球之后 确实刚才其实第一下机会已经出来了 这也是胡佳宜自己的一个风格 因为她其实踢的是比较细立的 她在很多球的处理上 她会比较更倾向于 再把球往前多打一下 胡佳宜这个进攻也是比较关键 因为现在留给她的所有的进攻次数并不太多 机会 又是佩迪希希 又想来一脚 应该是犯规了 这个任意球 应该只有25米左右 应该是非常的危险 这是踩着禁区线的一个任意球 对就十几20米吧 这个任意球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胡佳宜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球怎么去阀 这个球是在大进区的圆湖往内一步 一个18米19米的任意球 有但是库蒂尼奥在场下 他会不会 已经把库蒂尼奥换上来了 对 希望是希望 用库蒂尼奥来出 处罚这么一个任意球 这个任意球 可能值8000人民币 对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 是的 因为其实现在到了75分钟 其实留给胡佳宜 他进攻的机会 回合数可能最多也就 三个两三个左右 那这一个任意球 这个俊俏的脸庞 特别重要 帅气的陈坤天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防守这个任意球呢 格纳布里也上来了 那边垃圾地奇换下了 比达尔没吹吹 阿尔发站在球门前 站在球前 但是应该是会一个 有一个球员会假船 假船一下 对假跑一下 然后库蒂尼奥射门 哇 可惜啊 有点可惜啊 这个球如果打中范围的话 其实小时的蛮难铺的 因为他的重心已经向右边移动了 斗智斗勇 好 现在胡佳义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全场的一个逼抢 现在不抢的话就没机会了 好的 一定要抢 好的 阿尔发 给到了前面的托马斯穆勒 往回敲了一下之后 库蒂尼奥上来了 库蒂尼奥上来 打到一个后腰的位置 来 科曼进去 哇 皮克 皮克这个是拯救了巴萨罗拉 拯救了 常常天 但是接下来还有 科曼布里 科曼布里非常的耐心 莱万 大门 还在 这形成了一个围攻 胡佳义一定要抢这一个球 科列兹卡 他的决心非常的强大 继续是莱万上门 皮克还是皮克 这边陈坤天的皮克也能死定着这个莱万 对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想象到 陈坤天是用了紧闭防守和定人 紧闭防守和定人 这边至少有7-1 好 这边这个胡佳义再次进行一个调整 因为这一分 这一个进球他必须要进 哈拉巴 脚球 面对着巴塞罗娜的防守 这个是背水一战 所有球员都一直 胡佳义我觉得这个 一个心理就是进球 不要有心理包袱 对 正常的去处理这个球 用尽全力去打这个球 但是就算没进也不要有心理包袱 是的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接下来还是这个胡佳义的球 而我们这边帅气的陈坤天同志 陈坤天要如何去守住他现在的优势 距离冠军只有五分钟了 来 柯曼进去 来 这个球依旧是一个任意球 这个位置其实有点危险 因为选择太多了 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胡佳义怎么踢 应该是一个间接任意球 哈拉巴 再给回库迪尼奥一只穿鱼键吗 没有 可惜了 这一个球 这个球 巴萨的右边的球 这个球胡佳义打得稍微有一点犹豫 对 有点犹豫 这个球其实 其实这时候也可以射 对 相信刚刚我跟秦老师两个人 当时 他说不定你要在那个位置 但这时候陈坤天 出现了一个球门球的一个失误 这个其实也是 球权又给到了胡佳义 也是2020 昨天秦老师所说的很多的非受破型失误 这个是胡佳义在面对对方的一个大礼 如果能不能笑了 笑了大礼的话 就还是有机会 这一个机会来了 大礼送上了 点球 这个陈坤天也是一脸无赖 但是啊 我们别忘了 陈坤天扑点球是个非常擅长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屏住呼吸 对 这也是决定胡佳义秘域的一场 不要去赢 对 我们来静静地欣赏两个选手的操作 来一万 非常漂亮 来万多不思计 胡佳义的庆祝动作非常的迷人 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夫人在台下的尖叫 2比2 这时候胡佳义一定要注意对方这个开场第一弓 把防线 现在裁判捕食是顺忠 这个开场第一弓 如果你防不下来的话 这个结局还是一样的 依然是有危险的 对的 会有怎样的剧情出现呢 我们来看陈坤天 好的 吉米西 好 这第一波防下来了 吉米西在那边创造了一个点球 回过头来之后又防住了对手的第一波进攻 拉姆传人名不虚传 但是胡佳义似乎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 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再往前 采放还没有吹 赶紧把球往前打 对 这个球其实胡佳义他是比较保守 因为他担心一旦被回传过去的话 被对方断下再往回走的话 会发生不可预计的后果 对 好 比赛又来到了加时赛 对 为什么我们要说柚子呢 因为第一场 第二场都是加时 果然啊 我们南区的总决赛真的特别的激烈 双方选手真的实力是非常接近 对 不是强行五五开 是真的五五开 真的五五开 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都会 我们很多网上现在在观看比赛的选手的网友 他们会觉得可能南区的选手在实力上面相较前面的三个大区会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此时此刻 我跟秦老师 他们都应该知道这个话是错误地 郑重地告诉他们 你们错了 所有选手的势力都非常的强悍 对 我非常看好陈坤天和胡佳义两个人去到终绝的表现 好 胡佳义目前他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他刚刚换库底D2上来 主划这个任务球的时候 库底D2打的踢的是一个后腰的位置 现在还是依旧是后腰的位置 而且是并没有设置后腰 设置的是一个CM 对 所以 这时候他的防守是会有一种危险的 中后场的衔接部分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 机会 苏牙 苏牙一身 漂亮 格列兹曼这一个直塞球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直接洞穿了这个扮演的这个防线 天选之子上场了 开场之后巴塞罗纳马上就进了一个球 再次将比分超出3比2 郑重天非常漂亮 虽然进球的是苏牙 但是格列兹曼这个球直塞 直接是穿越了好像是四五个人的这么一个防线 如果这场比赛成功天能够取得胜利 格列兹曼肯定是他对类的MVP 垃圾提起来了 垃圾提在编路 没有关系 这边警报解除 百人由手转弓的这一波转换能不能抓住也是非常关键的 对的 刚刚其实这个球为什么格列兹曼这么轻易就一个直塞 也是因为其实胡加一这边没有后腰 真没后腰了 是的 你库地利奥去打一个中场 然后另外一个位置也是一名脱离索 刚换上来的脱离索 脱离索也是一个7 进攻型的 就没有防守的一个后腰 其实就很难 而且他的中场就只有两个人 是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莫名其妙说 为什么我的防线这么的凝弱 就是这么的容易被击穿 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的后腰的防守能力如何 来不乐 还有一个折射 差一点 差一点 这个折射如果位置再偏一点点 就有可能忧尽能力 103分钟 加时在上半场 2比3的比分 巴塞罗纳暂时领先一球 其实作为我 说实话还是有点想看的 说实话还是有点想看的 对 好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去做出任何影响选手的评论 好的 伯阿腾 投球 格拉布里 格拉布里他会怎么去踢科曼射门 哎呦可惜啊 有点可惜啊 其实刚才第一脚 格拉布里也可以射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怎么处理都还可以 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是可以的 好 双方再次进行一个调整 往上一格 第四格 第四格 这摆明他的决心 和他的态度 接下来就看他的发挥了 对的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机会 好的 穆勒 哇 三名防守队员加方穆勒 但是穆勒 穆勒 穆勒处理这样的球啊 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事情 酷格拉布里要踢了一个 7的位置 哇 连续的产断 对 这个时候 这时候我觉得是对的啊 就应该这样 通过胸汗的这种产断 直接将对方的这个进攻 扼杀在中场 你一定能产到人 你一旦产不到人的话 你能急 对啊 薛老师 这种产球如果一旦产上头了 那就不对了 对 就是一顿产产 但是如果是有计划 有组织了去产 是合理的 听着怎么好像感觉 有计划有组织的 哎 这个球没有 好的 解围出来 博阿腾面对苏洋 好 留给胡佳一的时间不多了 又有点像90分钟的时候 他接下来还是有进攻的机会 托里索给到科曼 然后点了一下之后 自己往前插 托里索的控球还是挺悬熟的 在看机会 这边阿拉巴也是插到了 一个编会插到中场的位置 托里索 形成一个围攻之势 这一个挑船并没有挑进去 还有游戏时间还有最后的五分钟 应该是 哎呦 梅西都已经开始 梅西都已经开始做小动作 连体俱乐已经开始上下起手了 没办法 这是决赛啊 这个时候 对 我在场上不论做什么 我都是为了胜利而去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 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足够精彩 他们的逆转的反转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还是有外围继续往里边调 但是调不进去 古嘉宜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想考虑一下下底传中了 是不是在对方中路这么密集的情况下 下底还是有机会的 跟他不离 下底 哇 可惜了 这个球 特尔斯特根抱得很稳 这个球抱住 抱住 这一下 好 我的才会 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 恭喜 陈坤天 随着陈坤天的一声怒吼 那么让我们恭喜 今天在我们美丽的路导 在我们的厦门 我们的本土作战的陈坤天选手 通过出色的精彩的发挥 所以2比0的比分战胜了我们的胡嘉宜 对的 而且他这一次比赛是捍卫了厦门的荣耀 是的 他也成功拿下了通往中决赛的门票 并且拿到了16000元的大奖 同时也恭喜胡嘉宜 恭喜他们两个同时都获得了中决赛的门票 而陈坤天这也是我们为数不多能看到的 厦门籍的选手 出现在中决赛的这么一个赛场之上 相信今天在厦门的观众朋友们 不管你是在家里 不管你是在现场 还是说你此时此刻 你无论在何时何地 在哪个地方你拿着手机 看到我们这场比赛 看到我们厦门的选手夺冠 都会非常的高兴 对的 因为陈坤天 他这个真的是代表了家乡父老的期望 代表着这种朋友的期望 然后获得这么一个冠军 这也是继上一次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比赛 已经落下了帷幕 我们WESG2019到2020赛季 所有大驱赛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 让我们半个月之后终结赛再见 好的 我是陈远达 我是徐浩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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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